市長要請問一下,就是現在關於這個民調,您的民調排名到第2 那是不是跟你最近這個行走提成有關係呢? 公正的民調我們多做參考 我會經常入鄉 和我們的所有鄉親和家庭 也要全身走路 尤其我也見過社群平台 大家可以到社群平台了解 侯友宜是什麼人,是怎麼認真打拚,要為台灣找一條更和平更安定,過後是這個路 我看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侯友宜超車0.2 唉 你自己覺得原因是什麼? 你要看他統計方法改變 所以你覺得那個民調就是 不是 那會不會擔心就是現在就是變老三 不是我們今天不受訪 那還有就是最近最新民調,有一份是顯示出好像柯主席現在已經微微的落後了侯友民視等,您怎麼看這樣的民調 我想最新的這份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當然他的採樣方式是這個全市化,還有他的這個採樣的期間,那相關的一個結構,其實我想民調有非常多,那民調我們還是要來看他長期的一個趨勢,那目前柯文哲在幾份主要的民調還是在穩定的第二名,那當然所有的民調我們都會作為參考,也會持續來努力 針對我們需要在提出相關的政策跟國政論述跟更多的一個選民的一個支持,我想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那民調我們針對他的走勢,那個別的民調我們都予以尊重,那原則上我們會盡我們的權力爭取更多民眾的一個支持 好,謝謝 我會監定我的步伐,往前走,好無計劃 我想問一下,因為這內參民調,主席之前說是這個,或是想,就像柯文哲,但昨天我們也說是第三,那目前的民調做什麼 這個是媒體說的內參民調,我們昨天黨中央已經正式否認,這個絕對不是事實,絕對不是事實 那我們自己做的內參民調,我們都是,侯友宜都是在持續的上升當中,那我們也是持續的努力 我們不會以此,就表示說,高興或者是興奮,我們還是覺得,權力的要努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最明顯的趨勢就是,7月23號之後,我們藍營的支持者,國民黨的支持者都逐漸的歸隊 這是為什麼我們上升的主要原因 第二個,還是一個,大家會感受到今天,如果再讓民進黨躺著選,再讓民進黨放顛炮,再有任何的內訪分裂,最後只是讓中華民國讓台灣下一代受到傷害 我要請教一下,就是吳子佳說,美麗島內參民調侯友宜跟柯文哲已經來到誤殺範圍內了 那會不會認為說,因為他說這個柯文哲的趨勢在往下掉,會不會也跟就是賴清德一直沒有接受公開檢驗有關 因為他從6月25到現在都沒有接受媒體的採訪 你是說賴清德沒有接受公開 對,賴清德從6月25到現在都沒有接受檢驗 我覺得這個我們民調周高滴滴每天都會有變化,我覺得不用太放在心上 所以做好每天自己該做的事情,提出負責任的政策,提出對國家未來大政的方向 我覺得不管是誰都應該這樣做,對,所以民調的話就參考就好了 昨天的郭董事長在關注平原講到說他把關注平原打造成AI科技股 還說柯市長八年做不到的他會來做 關注平原是農業區,它是都市計畫的問題 不是任何一個首長自己想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的 所以可能郭董對這些法令比較不熟悉 我相信大家都願意做,只是相關的國土規劃跟法規要請他搞清楚之後再來說明比較好 那會認為郭台銘這樣的說法好像是郭柯撕破臉 因為畢竟柯文哲也說這次選舉他只當政的也不會有郭柯 沒有什麼人撕破臉或不撕破臉,事實就是是非要搞清楚 但是我們會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所以郭董他提出的好的政見,我覺得大家也都會參考 而且好的事情大家都應該互相支持 所以也不需要去分你我 台灣已經夠對立夠撕裂,我們希望在選舉的過程裡面大家都說好話 然後提出的好的政策對方也都可以接納 我覺得台灣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團結台灣 我們將來就算執政我們也會吸納各界的人才 我們希望能夠聯合政府來創造一個大家和諧的台灣才能一起找到出路 而不是在選舉之中然後互相的攻擊造成撕裂 那以後很難修補 想請教一下現在對郭台銘的態度到底是一個怎麼樣正向嗎 因為其實金台銘他就有在臉書分析說 像是上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因為郭台銘有擺了柯文哲一道道 導致說他們的信任關係其實有下降 我覺得這都是很多人他們有自己的立場 但是我們站在柯文哲本身還有我們競選總部的立場 我們認為說大家都是好朋友不需要互相故意去製造對立 那不管以前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但未來的台灣必須要走向和諧跟團結 所以任何事情都可能故意被人家穿著附會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覺得重點就是在於說你每天做好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我相信人民也都看在眼裡 所以重點在於說大家不要想太多 把自己要帶領台灣走向什麼樣的方向的政策政見拿出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 傳出藍營要地方派系射斷點 押收郭台銘參選路 請教我們的看法 基本上國民黨沒有特別要射斷點 那我們呼籲所有的每位黨員 包括地方的議長 包括每一位從政的同仁 一起來支持國民黨候選人何友宜 只要我們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 而且結合一切可結合的個人跟力量 一定可以打贏2022大選 另外可以做到地方員可以過半 另外第二題 郭柯和看來破局 但還是有人挺郭獨立參選 基本上我們還在這裡呼籲 所有每一位從政的同志 就是不要支持郭獨立參選 基本上幾位議長也提到了 現在因為郭還沒有要獨立參選 所以他們也參與他們的活動 但是我理解很多的議長 還有地方的我們的同政同志 我們的從政同志 基本上都不支持郭獨立參選 我們呼籲每一位參選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還有所有從政的同志 一起來支持郭柯和議 能夠迎娶2024的大選 讓國民黨重演執政